大家好,我是小五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炸糖糕容易犯错的地方 第一点,烫面 烫面的时候一定要烫得八分熟 看上去稠稠的,能够搓成团的状态下就可以了 第二,要想糖糕有起酥感 我们要在面团中揉进油酥 这样咱们炸好的糖糕就会有酥脆的感觉 第三点,如果炸的糖糕面皮比较硬 就说明咱们烫面的时候没有烫到味 第四点,炸糖糕的油温一定要用中小火控温 开始油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150度 如果温度过高,我们炸的糖糕外面变硬,里面会不熟 第五点,如果是咱们新手要做出好吃的糖糕 用糯米粉更加简单 而且糯米粉做出来的口感比较糯 吃起来确实比面粉更有感觉 第六,咱们在下生坯入锅之前 用筷子插进油锅里 筷子的周围起泡泡 这个温度就刚刚好 第七,咱们炸的生坯浮起后再翻面 这样就会炸的比较匀 以上七点请大家记好,一定能做出好吃的糖糕 好了,我是小五,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好好吃饭